下一步我们开始处理排骨 将排骨放入盆中 先加入食用碱一勺 再加入少许的清水 然后将排骨抓洗三分钟 加食用碱抓洗的目的是 去除血水和软化肌纤维 三分钟之后加入清水 将排骨清洗干净 排骨清洗干净之后捞出挤干水分 准备下一步腌制 盆中加入食用盐一克 加入胡椒粉一勺 加入生抽酱油4克 加入料酒3克 加入几片生姜 加入少许蚝油 加入五香粉一勺 然后将所有调料搅拌均匀 调料拌匀之后再加入蒜油 10克腌制10分钟备用 下一步我们开始准备辅料 准备大蒜15克剁成蒜末备用 准备生姜一小块切成蒜末备用 准备适量的青红椒切成小粒备用 加青红椒的目的是增加色彩 准备大葱白一根切碎备用 准备干辣椒五克用剪刀剪成小节备用 不能吃辣椒的同学可以不加 最后准备几根香菜切成小段备用 下一步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宽油 开大火将油温烧至六成热 油温六成热之后转小火 将腌制好的排骨依次下入锅中 排骨下锅之后请炸三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把排骨炸熟炸香 家庭小灶则需要四分钟左右 三分钟之后将炸好的排骨捞出 将热油倒出之后准备下一步制作 然后直接在锅中加入干辣椒断爆香 这一步必须开小火 否则很容易炒火 干辣椒爆香之后加入切好的料头爆香 然后再加入老干妈两勺 这一步也可以用豆豉代替 将所有料头爆香之后再加入炸好的排骨 下一步开始调味 锅中加入鸡筋尼克 加入五个香粉少许 加入适量的食芝麻 然后再将排骨翻炒均匀 排骨翻炒均匀之后再加入少许的葱油翻炒几下 最后加入切好的香菜翻炒几下即可吃锅装盘 一道非常美味的风味排骨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风味排骨的技术总结 第一 最好选择嫩一些的排骨 比较大干的排骨口感较老 第二 排骨加入食用碱可以有效破坏机箱为提升嫩度 第三 排骨下锅必须炸至金黄干香再捞出 第四 香菜下锅不能进行